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環球直擊 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郭飛雄獻冤獄 生命垂危 外界呼籲中共停止迫害 習近平將出席杭州亞運會開幕式 視察浙江安檢惹民怨 美國國會參議院確認空軍上將布朗 出任參聯會主席 新唐人選美大賽選手安妮晨談 自我反省和鍛鍊 兩年前 中國維權律師郭飛雄赴美 探望罹患癌症的妻子 在登機前被中共當局劫持關押 以所謂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八年 郭飛雄在獄中長期絕食抗議生命垂危 外界呼籲中共當局立即停止對郭飛雄的殘酷迫害 據郭飛雄好友透露 家屬上月到廣東肇慶私會監獄探監時 發現郭飛雄極度消瘦 體重不到80斤 身體虛弱 郭飛雄因絕食抗議被監獄鼻似灌食 家屬披露 此前郭飛雄要求換到離姐姐家附近的潘瑜監獄服刑 但被拒絕 郭飛雄先生他的行為哪一點 不是值得大家尊重啊 值得大家開謀啊 值得大家很多的人尊重的這麼一些人 被判重刑關在牢裡 這些已經成為一個常態化的事情了 還有法治嗎 一直關注郭飛雄冤案的維生人士朱成志認為 郭飛雄的遭遇表明 中共毫無法治可言 他呼籲外界聲援郭飛雄 這些團體是越來越惡劣 希望情況有所改變 一想到他來 直接是求心 直接是心裡疼 疼到就是不好言言語來表達 我會通過網絡 通過朋友之間的交往 關注他的狀況 信滿明信片要往油桶裡投寄 照片要在網上發布出來 能不能收到不重要 這個過程非常重要 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執行長傑立劍表示 郭飛雄律師因維護人權遭中共構陷入獄 他呼籲中共當局立即停止迫害 郭飛雄先生用生命去抗爭 用生命在抗訴中共 不管彼此很粗暴 因為中共大財你算自裁 打死你算自殺 中共他從來不追蹤生命 郭飛雄先生則為中共的民主事業 再付出一切 首先我們感謝他 他為我們再遭罪 為我們再發生 他做的這些事情 我們知道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們通過各種途徑 包括打電話 向廣東私會監獄 去施壓幫助郭飛雄先生有個改善 希望中共當局不要再對他太過妥害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趙鳳華 張丹霞 蔡富某到 亞洲運動會本週六將在浙江杭州登場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將出席開幕式 不過習近平所到之處高度戒備 不僅交通管制 特斯拉被現行 路上的下水道蓋子也被上鎖 22日 23日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出席在中國 浙江杭州舉行的亞運會開幕式 9月20日 網上傳出 據稱是習近平視察浙江義烏國際商貿城的畫面 可以看到一對白衣人在護衛促擁下走過街道 並參觀了一個大型雙城 其中一名外型酷似習近平的人 一邊走一邊和旁邊的群眾揮手致意 有一些畫面顯示 異屋部分路段實施交通管制 一輛特斯拉被交警攔截 原地掉頭 也有畫面顯示大馬路被清空 只有單一車隊同行 當船超時了 就等那些龜兒子呢 我從那個路口過來的 那個路口也不讓我 我這麼繞過來的 杭州也因為亞運加強安檢 圖片顯示 杭州市所有的人孔蓋都被排查 全被封上安景專用的封條 此外 官方通告 9月16日開始 接往杭州的郵件快遞 加強安檢 杭州居民表示 當局決定要辦亞運會也沒辦法 但希望在經濟不好的情況下 國家能把錢用在百姓身上 作為老婆心來說 最好幾個月花了老婆心聲 花了小青一聲 他們不好傳言 好抵抗水利 生活水利 你那錢公司沒拿錢 你那種店員都倒閉 你那你錢還沒拿給你 不用一定的錢 新唐人亞開電視 張祺麟綜合報導 中共疫情封鎖期間 中共政府逮捕關押了2600多名逃離朝鮮的脫北者 隨著中朝邊境開放 他們隨時都可能被遣返回朝鮮 而一旦被遣返很可能遭遇非人待遇 週三 韓國市民團體在中共駐韓國大使館前集會 要求中共停止強制遣返 週三 韓國市民團體在中共駐韓國大使館前 要求中共政府停止遣返2600多名被關押的脫北者 並將他們送往他們希望去的國家 朝鮮的世襲共產盲朝統治下 就連被認為是特權階級的平壤市民都挨餓 據說為了生存逃到中國的脫北者 要躲避公安的視線 還要承受剝削強暴和勞動等 這樣的脫北者多達數萬人 我們認為造成這一切的背後原因是中共 主辦方認為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也是人權委員會理事國 零承認逃到中國的脫北者為難民 將他們送往韓國或他們希望去的國家 到目前為止 從中共一直遣返脫北者的立場來看 中國的人權理事國身份其實只是徒有虛名 通過中國的這種態度 讓所有在海外的韓國人 以及所有國家都知道中共的本質 目前 亞運會即將在杭州舉行 外界認為國際社會可以藉此機會 要求中共政府採取負責任的行動 保護脫北者 我曾經作為傳教士 在中國生活了五年 根據我在當地的耳聞目睹和親身感受 中共真是在藐視人權的國家中最惡劣的一個 民間團體表示 將一直關注該世界 直到被中共關押的脫北者獲得自由 新唐電台記者金焰調評員韓國採訪報導 美國國會參議院週三確認了拜登總統的提名 任命美國空軍參謀長小查爾斯布朗 為新一任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美國參議院週三確認 確認拜登總統提名的美國空軍參謀長小查爾斯布朗 出任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布朗將接替即將離任的馬克·米利 米利的任期將在10月1號屆滿 美國空軍介紹 布朗將軍曾駕駛過不同的戰機 空中作戰累計超過130個小時 曾在美國中央、歐洲、非洲及印太等四個作戰司令部 執行過多項任務 在擔任空軍參謀長之前 布朗曾擔任過太平洋空軍司令、美國印太司令部空軍部隊司令 具有抗衡中共的空中戰略經驗 針對日益升高的臺海緊張局勢 布朗在7月指出 中共一直在強化軍事能力、投資先進的武器系統 中共軍隊有能力在臺灣附近及周邊投射軍力並展開行動 布朗說 國防部已經成立了一個高級整合團隊 通過國際軍事教育、訓練與安全合作等 加快確保臺灣有足夠的滋味能力 面對中共 布朗主張與北京恢復軍事接觸 以降低風險避免危機 布朗的任命確認後 五角大樓的兩個最高職位首次由非裔美國人擔任 另一位是國防部長奧斯丁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梅榮譽綜合報導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近日表示 中共在利用先進技術以壓制意義方面 已經超過了所有獨裁國家 這在年度威脅評估中首次被提出 海恩斯強調這是一個不斷升級的威脅 而人工智慧的發展將加劇這個挑戰 中國是第一次在技術中的技術中 所以他們有非常好處於 調查中間的資訊 能夠給予中國人的資訊 建立的構圖 讓他們控制這些資訊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周二表示 中共是數字鎮壓的頭號威脅 日本有報導 NGO reports,NGO reports,it's been reported in the media and so on about their operation Foxhunt and Skynet and how through those operations they have captured and repatriated thousands of individuals who are charged with corruption,many of which though happen to also be dissidents and folks who express political opposition.We've seen obviously the sort of Chinese police st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in New York City. 海恩斯还注意到,与俄罗斯模式或伊朗模式相比,中共在运用技术 镇压人民方面超过其他独裁国家。 And in effect they are very good at the surveillance and monitoring piece.We all know that with the Internet of Things,you know,the sort of different devices that we use,cars that are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other things like that,that that creates opportunities for data to be created about your activities that can be collected and ultimately surveilled and monitored. And that that is part of the system that can be used essentially in order to engage in this kind of effort. And China is really exceptional in that space.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张岳新 综合报道。 周三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爱荷华州两个城市进行竞选演说。 他表示 尽管因为坚守传统价值理念被起诉,但他不会放弃 并且相信会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爱荷华州初选。 周三 在爱荷华马克基塔市川普重申坚守美国优先的执政原则来处理美中关系、乌克兰问题和对欧关系等。 We will make America first, it's about America first, I mean these people want China first, they want other countries first, Ukraine first, they want all this stuff. We give every time somebody comes over from Ukraine they walk out with 25 billion dollars, and we want to help Ukraine but you know Europe right now is up to 25 billion and we're up to 200 billion, so why are they not going with equalization? So they have to equalize, let them put up, you know Europe's about the same size as us if you add it all up, you add all the countries up, it's got about the same economy as we have, so they have a lot of money, Europe, but they don't pay the money. 在迪比克时川普谈到自己被起诉是替善良的美国民众遭受共产极端分子的攻击。 川普表示要最终赢得大选并不容易,他鼓励选民走出来投票。 爱荷华州初选的党团会议投票日定于2024年1月15日周一晚七点举行,川普表示他将尽量安排亲自出席。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于良综合报道。 印度与加拿大外交危机持续升级,继两国相互驱逐外交官之后,周四印度已经暂停向加拿大公民核放签证。 周四,加拿大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发布声明称,在一部分加拿大外交官收到来自社交媒体平台的威胁后,决定临时调整在印度的工作人员。 声明发布不久后,加拿大一家印度签证服务公司BLS在官网公告,基于运营因素,印度签证服务21日起暂停,直到进一步通知为止。公告显示是来自印度外交使团的重要通知。 印度斯坦时报引述不具名官员证实,已停止向加拿大人核发签证,但未详细说明。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周四声称,加拿大是恐怖分子的天堂。 日前,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正在追查有关印度一宗教领袖尼贾尔在加拿大被刺杀一案。 尼贾尔生前一直积极主张在印度西北部的庞哲普地区建立独立国家。 乌台华调查显示,印度政府参与策划了这起案件,认为是对加拿大主权的干预,因此驱逐了一名印度高级外交官。 随后,印度否认加拿大的指控,也驱逐了一名加拿大高级外交官,两国关系降到低点。 印度外交部在20日发布最近旅行建议,提醒印度公民在加拿大期间要保持最大程度警惕。 新唐人记者陈岳综合报道。 新唐人选美大赛选手安妮诚谈自我反省和锻炼。 扁抗丸根治因肺部不健康而导致的现代疾病, 一是16碗鼻炎、哮喘、皮肤病和肺部疾病患者恢复健康。 扁抗丸全球服务中心 新唐人首届全球华人选美大赛,9月底将在美国纽约州登场。 美国波士顿的儿科护士安妮诚表示, 来参加选美比赛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申请的过程也是自我反省和锻炼自己的过程, 特别是摆脱被外界评判的恐惧, 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来听她的故事。 所以我 decided to participate in Ms. NTD because I wanted to strengthen my character and also learn more about what it means to be a traditional Chinese woman. I read stories about Wang Baochuan and Wang Zhaojun and other traditional Chinese women who were not just beautiful but also virtuous, selfless, and compassionate. I was really inspired by them. 真善美。 This is a Chinese phrase that I've always grown up hearing and it's also the tagline of Ms. NTD which is true authenticity, true compassion, and true beauty. And Chinese cultures believe that mind, body, and spirits are all interconnected. So if you have a mindset of honesty and compassion, then your body and spirit will naturally have an aura of goodness and beauty to it. In 2015, when I was a freshman in college, I helped organize and lead a bicycling initiative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in China. This was a journey of over 3,000 miles, over 40 days and it taught me leadership and how to get up after I've fallen and the importance of doing something bigger than myself and something more important than myself and serving others. I think the most impressive moment in the journey was really just meeting these bystanders who were kind strangers who expressed their support for us. because we didn't know each other, but they knew that this was something important, that they needed to support religious freedom. I was born in the Midwest and I'm currently in Boston. And even though I was born in America, at a young age I knew that Chinese culture was more than just its delicious food. It's a culture rich 5,000 years in history, divinity, morality. My parents taught me the principles of filial piety, respect, courtesy, and harmony, while my spiritual practice Falun Gong taught me honesty, compassion, perseverance, and endurance. So Chinese culture has impacted me, has shaped me to be who I am today and has impacted my viewpoint on life, my personality, my temperament, and I'm very blessed and honored to be Chinese and Taiwanese American. 英國研發氦氣飛船進攻豪華旅遊市場 飛船是在飛機發明之前 重要的空中交通工具 雖然現在已經不常見 但英國一家公司仍然致力研發 高效率的大型飛船 並且準備發展豪華旅遊市場 英國飛船製造公司 研發高效率的大型飛船 填充氦氣作為福利 可以長時間飛行 雖然速度比飛機慢 但在短途旅行當中 飛行時間與飛機非常接近 而碳排放量卻少了90% 並可以在空中停留長達5天 飛船公司準備利用這項特點 進攻豪華旅行市場 雖然飛船在過去曾經失事 但飛船製造公司相信技術已經改進 雖然飛船在過去曾經失事 但飛船製造公司相信技術已經改進 預計飛船的票價與其他交通工具相比 具有競爭力 事後取代長途地面運輸或極短程飛行 英國飛船製造公司計劃 在2026年進行雙液化生產 西班牙區域航線航空公司 已經預定20架 用於西班牙和地中海巴黎雅利群島之間的 4小時航程 新唐人亞太電視書和綜合報導 下面請您收看一組環球財經簡訊 美國聯邦儲備局週三宣布保持歷歷不變 但強化了鷹派貨幣政策的立場 持這一立場的官員們越來越相信 可以在不破壞經濟或導致大規模失業的情況下 成功降低通脹 預計美聯儲今年還將加息一次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三表示 日本政府下周將推出一套新的經濟方案 以應對不斷上漲的物價 政府計劃編制一份2023財年的補充預算 以提供財政支持 這些經濟措施的制定將在10月底前完成 然後會提交給日本國會 日本東芝周四表示 私募股權公司日本工業合伙人 提出的140億美元的邀約已成功 這位東芝私有化出平了道路 經歷多年與海外激進股東的鬥爭後 東芝終於回到日本國內企業的控制之下 據韓聯社報導 今年前8個月韓國各地法院 受理了企業破產申請數達到1034 較去年同期增長54% 超過了2022年全年的申請數量 主要原因是疫情後多數小企業未能擺脫經營困境 同時面臨高利率 高通脹和含源貶值等影響 新唐電視台記者傑森綜合報導 英文大紀元南加分社剪載 地方政要齊聚祝賀 為於美國南加州城縣的英文大紀元報社日前正式剪載 當地各級政要到場表達祝賀 讚賞大紀元客觀公正的新聞報導 英文大紀元位於南加州爾灣的分社新紙正式開業 呈現各級官員慕名而來表達祝賀 正式廣白 LATOBA AND IT'S SUCH A BREATH OF FRESH AIR TO READ A NEWSPAPER THAT TELLS THE TRUTH AND THAT CARES ABOUT CALIFORNIA AND AMERICA. EPOCK TIMES IS PROVIDING THAT CRITICAL PERSPECTIVE THAT OUR CONSTITUENTS NEED TO BECOME BETTER ENGAGED CITIZENS. WHEN WE TALK ABOUT NEWS, WE TALK ABOUT TRANSPARENCY, WE TALK ABOUT JUST HAVING A PUBLIC 英文大紀元耳丸分社总经理霍拉米表示 希望通过真实客观的报道 为当地社区和加州尽一份力 这是一个研究的研究 并没有关系你的背景 你的思考 你能够参与我们的研究 你能够帮我们的想法 大紀元时报在2001年 由一批致力于突破中共信息封锁的青年 在美国创立 并秉持传统价值观为弱势群体发声 目前大紀元以23种语言 在33个国家发行 新唐人电视台洛杉矶记者站采访报道 感谢您收看这次的新唐人环球直击 再会